各位觀眾你們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真永 今天影響我們的東北國有風逐漸悶和 下午遊圍廣望出去 間中都見到陽光 看回下午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都上回到23、24度或以上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見到在香港北面的雲量都幾多下 另一方面在北部灣附近 其實有一些對流雲團發展 我們預料對流雲團就會慢慢向東靠近我們 預料在午夜之後有機會會為我們帶來幾陣趙雨 而至於明天清明節的天氣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風場預報 預料東北國有風會繼續緩和 明天我們附近的風勢輕微 所以大家清明節掃墓時 千萬不要留下火種 以防關火 看回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大致多穩 晚間會有幾陣趙雨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是溫暖 氣溫是介乎21到26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風的東風 而至於展望方面 由於受到古邊藍氣流影響 預料周末到下周初 我們早上會有薄霧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 這幾天的最高的溫 是可以上到27度或以上 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好了 今天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 再見 6 6 7 6 8 6 感谢观看